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我吃一口吧 要意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呛拌土豆丝 来看看以下的视频哦 先清洗土豆丝 还有削皮 然后把土豆丝擦拭 你也可以用刀切拭 但是擦拭的方式会比较方便 省事 切好的土豆是用大量的水清洗 直到那个水边清澈为止 要把淀粉取出来 为什么 土豆里面有淀粉呢 吃了不好是吗 人家生粉不都吃 因为有淀粉的吸水等等 你吸完水就炒 淀粉做好还是不好 你吃那些生粉炸的东西 不都是淀粉做的 只是因为做这个菜 淀粉太多了 对吧 然后就不好看 然后又很稠稠的 嗯 人家现在水清一样了 最开始都白白的看不见头都黑 嗯 一定要把土豆丝清洗干净 不然这土豆丝会黏黏的 一点都不好吃 影响口感哦 你到边上的话 你肯定就慢切了 你到中间的话 你不怕切手就快切了 只要像我这样 还没干完就挂柴 你要讲一下这是错误的示范 这个东西不要怎么样 我都没拍 把蒜切一片片 然后大葱切一丝 切这么长啊 切这么切的 这个是有点长 有点长 这个是拌土豆丝的嘛 哦 拌了 嗯 现在轮到灯笼椒出厂了 灯笼椒的种子一定要清洗干净 切这个也辣的 我不知道 这个辣不辣 这个正常是不辣的 没有 吃的时候不辣是甜的 可是切的时候是很辣的 把这个里面的纸啊 还有线啊 哪里就不会切啊 对啊 纸不能吃的 今天主要搭配是 青色的灯笼椒 和红色的灯笼椒 你要把它切四 你还有纸 没什么 灯笼椒切丝 备用 小心你的手哦 小心切 嗯 蒸你的吗 嗯 好了吗 嗯 烧开开开开 行包水饭就好了 水烧开一阵子 然后把土豆丝 冬冬椒全部放在水里面 因为你爸你爸不吃熟 不是生的嘛 正常这个要生的 直接半熟的土豆丝 知道吗 然后这个要是凉水 一定要凉水 这个凉水呢 就会脆脆的 因为热的嘛 煮差不多 然后一到冷的里面 马上就 送你一天 会脆脆的 你不用炒啊 啊 你不用炒 这个不是炒 这个是凉菜 一会儿那虾还是炒的 水都没滚 滚了就好了 凉水换里面是吧 问你一下 我们不是先滚了才丢进去哈 是等它滚了 对等它咕噜咕噜咕噜冒泡了 就好 这里出小泡了就ok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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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滚出来 关火倒出来 倒水来 放到 里面 放到 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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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放入凉水中 搅一搅 再把凉水倒掉 海鲜酱油 什么 生抽 倒错了 不再倒点油 捏到生抽 盐 找上筷子 白糖有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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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把油烧开 把油烧开 小心别烫到哦 等油烧开后 把滚烫的油 倒在土豆丝上 就好了 放点香麻油 放匀啊 对 放匀 给我吃一口吧 就一口 放匀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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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